《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有興趣的問題 又是不合適的事段 有沒有關電話 關電話 全部都關機了 當然要和SIR一起做節目一定要做這些 不要像SIR這樣 不要像誰這樣 楊哲安就是教育局政治助理 一直跟教育工作者開會 一直被人說去整場玩 這些學生 有其他老師發電郵給楊哲安 如果現在我們做節目 收電話 誰玩他的iPhone 收電話 我們導演一定會說出來 不是 上課學生 對不對 玩iPhone 一定會被司法 當然 收電話 如果是官員 在問責官 聽人 聽人 聽人的意見 你在那場合 還不是應該做的事 在玩iPhone 第一 有時看到立法會議員開會時 玩Facebook 那些 不合適的 不合適的 你是不是在說梁家健 我不知道誰 聽人 雖然我知道你認識楊哲安 你也不應該這樣保住楊哲安 你不認識的 不認識 是嗎 沒錯 好幾年前李國章 簡直是在玩 立法會議員說 晚上都知道 李國章嚇到台 或者他們找資訊來答問 不是 他正在玩遊戲 這些真是最無可恥 所以不能連結 又不是最無可恥 就是下前沒有 最無可恥是誰 誰 就是局長 孫明洋 就是不要說最無可恥 他還這樣說 病了 人格有問題就是有問題 不會因為你病了 你人格就好一點 你看看他 在官校自願縮班方面 是英王王隱 人家都沒有投票去支持縮班 你就去說人家自願縮班 誰知道出來被人踢倒 原來不是 我很擔心 原來我們香港教育 就是給孫明洋 你說謊其實是很基本的 我們經常教學生 要新教 但是你要宣問楊新是局長 說謊 你這幾年的教育政策有什麼成績 相信大家有目睹共睹 如果要用到說謊 扭曲民意這個手段 真的要得 要檢討 雖然他病了 我又 很欣賞他的魄力 但是他這麼多年做官的表現 我就很麻煩地 不過講教育政策 可能他們都沒有我身邊這位 教育現任地會長 文威華這麼清楚 即是一開球 譬如這陣子就流行國民教育 你怎麼看現在的人說國民教育 有些人就說洗腦 有些人就大力支持 有些人就覺得沒有需要 即是有做事科 然後有通識 就不需要再做德育及國民教育 其實有沒有需要呢 第一樣看就是 教德育有沒有教育呢 有 其實已經做了十幾年 其實你說德育 整個教育裏面都有 問題就是 刻意去做 有規範去做 其實已經做了十年 有一個框架 叫做德育及公民教育 整個框架都要做 有一個新的框架 其實是2008年才修訂 所以整個行業裡面正在做 行業裡面的老師都問 你覺得我們沒有做嗎 我們正在做德育 正在做公民教育 包括國情教育 國民教育 所以現在這樣提出來 老師很奇怪 我們現在正在做 你覺得做得不好 哪裏做得不好呢 誰提出來說要改的呢 特首 不是教學界的人 特首在去年施政報告說 我們加這科 整個行業都說 為什麼你講 你是關心教育 內容其實是比較奇怪的 我們一直說 德育及公民教育 其實是包含的 那邊很闊 德育就沒有爭論 大家都知道要做 但是這個公民教育 其實裡面是包含了很多層次 他現在建議 由個人到家庭 社群 社會 以及國家 或者國家之後 世界 五個層次 現在其實全部正在做 但是他現在新的名字叫做 德育及國民教育 其實是自己收窄了那個範圍 不過他是包含了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說名字 其實都是名不正 又不是很順 因為那個名字 本身應該是德育 公民教育 這個是最涵括的 而業界裡面 在2008年已經出了一個框架 大家都正在做事 所以現在轉了名字 其實大家覺得 什麼道理 我們有一次問教育局那邊的人 他說 這是一個選擇 即是怎樣 即是兩個加一個 我問為什麼你選這個 名字是同一樣 其實是同一樣 其實都是差不多 但是我問 業界覺得公民教育這個名字 是夠鹹括一些 包括國民教育 為什麼你要把它收窄了呢 那他怎麼解釋 沒有解釋 這是選擇 你喜歡選這個就行 你喜歡選那個就行 即是那個名字 我們就說不是 你選到就不適合 就是不適合 我們讀數學者 現在這是一套和十套的名字 公民教育是一個大一點的套 全包了 他不用 用過小一點的 然後這些小一點又包了大的 但是他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要轉這個名字 沒有就是沒有 因為2008年 正在用公民教育這個名字 不重要 既然大家是中國人 就存了一個醫 但就是 學會長 那你要看看他動機在做什麼 其實學會長會覺得 公民教育就可以完全取代 國民教育這個功能 包括了 即是有多沒有少的人 現在在做國民教育 在中士科有教 有一部分 在現在通識科也有做 在明年有一科叫做 個人生活與社會 又會做 小學裏面有常識科做 在中學裏面有EPA也做 其實大家滲了裏面在做 甚至在課堂外在做 這叫做得育科 但有人說中士科不是必修科 有很多中學生畢業 都搞不清秦始皇和唐太宗的分別 是啊 太宗是 大宇和阿信 梁美芬前陣子 大宇研究中心都說 你不用讀歷史 大家都知道 大宇的爸爸是大信 當時我們是 很厲害 他就要信 很厲害 即是他不說 不用讀歷史 都知道原來不讀歷史是他 就是搞錯了 但會不會 馮會長也覺得 中士科都應該是必修科 應該會是 全盤來看 現在整個學裏 你做必修科 本來我們很重視 一定是必修科 第一問題就是 很多科都不是必修 除了特別高中 就是中英數通識 才是必修 其他科全部都不是必修 都是自選 會不會放多科就必修 這個要看看 你覺得他是不是中英數通識 同等地位 現在問題就是 在新高中裏面 很多科開出來 就有得選 但結果同學就越選越窄 因為其實那個選擇 不是真的選擇 因為你要四科 主修科之後 你只要答兩科 或者三科 那些同學就策略上會選這科 你說會不會選到中士 選一些容易過 選一些有升學出路 容易過的那些 其實中士科 我覺得是除了一個備用的科目 讓我們知道自己的中國人歷史 這個科目 譬如說現在可能 我們看電視台的節目 其實他們都借用一些夜市 令到我們 不是假的 有真有假 你相信錯了他 就搞不清唐太宗和秦子王 所以我們有必要去真正認識 真正正自己找一個有系統 你問我 我贊成就要必修的 特別是初中 或者小學階段 有些什麼都要 我自己那個年代就是必修的 所以我對中國歷史 我其實很有興趣 不過我後來選擇了理科 但我中士是最高分的 我自己選擇 我考上回考 所以可能對中國歷史 會掌握比較多 我應該是要讀的 問題是現在課程設計沒有什麼空間 如果你擺了這些科目 就要必修 其實其他科目就擠壓了 你要讀少其他東西 但這一科 德藥及國民教育 你現在要必修 突然升格到這麼高的層次 他又說不考試 對 他不是不考公開試 校內試要考 考一下而已 考一下而已 但你又要合格 如果你校內讀必修 就要合格 影響你升不升包亨 對星期禮 如果你覺得他的態度不夠公緊 不夠現代刑康 扣分 扣一下扣一下也升不上班 如果這樣 像長毛、圖軍行、少年版那些 一定升不上班 對 可能科科都合格 高分 有科肥了 可能就是這科 所以其實他不用公開試 可能監控你覺得會少一些 但問題就是 實際上他也要平衡 又有課程 變成有標準大石課本 又會有很多的準則 你看回現在 人家的諮詢文件通常有幾十頁 這份是二百多頁 你看都看不完 裡面有很多範本 告訴你 可以這樣教 可以這樣教 其實很多就給了一些很正面 很多我們祖國貢獻的事情 給你看 就不是說了負面 或者覺得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擔心這些 要說祖國正面 要說 不過要說另外一面 我們要全面 教育其實要多角度思考 還有有批判的思考 絕對是 其實有時看回國內人民網 我最近看到大肆標題 就是人民網的網評 都是批評那些強制 或者不是十分之合法的 遷冊一些農村 最近內地的批評都很尖銳 有些人說 如果太多負面的東西給年輕人 他們吃不消 有些人會這樣說 太正面會不會都吃不善 所以要找一個老師 就有一個責任去投資 給會長說 對 會長說 太不太多 看我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你想營造他對祖國偉大 有一個好認同 當然是 瘋狂地灌輸一些正面的東西給他看 但那些問題 是祖國還是對共產黨 祖國裡面 現在就把祖國和共產黨混合得很近 你愛祖國就等於愛共產黨 愛黨就等於愛祖國 我覺得這也要分開 你愛國和愛黨是兩回事 這也一定是 要不需要劈頭 例如講國民教學的時候 例如弄文書 應該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 領土就是這樣 但執政黨就是中華共產黨 要分開來講 起碼也要分得清楚 尤其是一個常識 也是一個歷史 也要寫出來 不可以知道了 過關 現在看他國民教學的資深內容 他有沒有這樣分開 還是很曖昧 他現在列出一些大框架 但他舉了很多例子 因為他用一些例子 告訴你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來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譬如說 你要知道祖國運動員 拿很多獎 祖國又有太空人上太空 那你就要感到認同 要感到自豪 就是國家的貢獻和成就 所以就鋪了很多正面的事情 但你要提到其他負面的事情有沒有 我們也知道 所以不會問 我相信你講一些國家的成就 當然是可以增強學生對國家的認同 但一些不好的都應該要講 像孫中山一樣 還有魯迅當年就是因為看到 國民一些較為腐敗的事情 才更加激發起他的愛國心 希望改造社會 你看到社會說 欣欣向明的 全部是天下太平的 反而會冒了那個心 去更改進社會 你這樣做不到老師 因為前陣子有一個老師 當面就說 對著官員 當面說 負面的報紙新聞報就行了 我們學校應該去教正面 那個還在北京說 這些言論你們是怎樣看的 我們覺得 老師本身應該是我們說的 刺激那些同學思考 其實一定要正面負面都要知道 多角度和有批判 譬如我們講香港 其實香港本身是我自己看的 我們剛剛最近看 新華革命一百周年 我們其實原來是革命的搖籃 特別在思想上 不是原來 我們真的很多 很多西方的思想 在那個時候可以在香港生根 變成那個就令到我們 那個批判思考比較強 現在我們真的要培養很多 只是正面思考 和賭帽出來的一些信聞 我們很擔心 將來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年青人 就賭了帽出來 全部都是阿姐 那不是很久不會革命嗎 因為 比你多想的就是革命 那有沒有目的 真的想這樣呢 其實除了火牧本上的內容之外 還有有沒有一些實質的課堂 可能去博物館 或者去某些 可能去某些 或者去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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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省市去交流 現在 一定有這樣的交流團 現在很多的 老師都有叫救命 你做一個團 其實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是做一個團 賣保險 有些十個八個 一個老師負責 其實他覺得自己 正職是教書的 不是做領隊導遊 而且回內地 其實有很多時候 這些團 有一個這樣的評價 就是說 形象工程和旅行 旅遊比較多 在景點比較多 如果真的去國內交流營養工程 會否譬如課本 可能某些內容 或者比較規範化 會更加像營養工程 反而真身 讓學生去到國內 了解文情 對他們也有一個 對的 如果他們真的接觸到 一些基層 看到的增長 不過很多時候 ホ 很多時候辦這些團 你看到一些團 就是因為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多數都是看一些指定景點多 多數就會介紹一些比較偉大 其實很現實是帶40個小孩去貴州山區 打了一輛車 路這麼窄 家長放不放心 這個承擔不起的責任 所以去到一些大城市 或者比較上發大的地方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老師都很重要 他們帶學生去交流的時候 應該要鼓勵他們多一點 跟當地人有深度的交流 但是他們去貴州去不到 零下就去到貴州 大一點那些 去到偏遠一定去不到 不用 潘元萬石村 在千殺都知道 其實這三個很多地方 看一些血淚工廠 看很多污染的問題 你看看很多清賊、糾紛等 那些不會讓你去 內地的本身都要壓制得很重要 不會讓你去 托鐵村就說 小學中學就應該灌輸他的思想 就不用批判 批判到大學他才批判 那麼早就說 小學中學開始批判 會不會跟托鐵村的想法太多差異 我們真的很害怕 什麼時候才批判大學先 我們覺得這個 否定了我們整個教育的價值 去到大學先 其實這個想法正正是一個 官方中宣部的想法 就算跟香港教育局的思維都不同 因為教育局本身 在中六高中御科都已經有批判性思考 例如通識 通識就要訓練 初中都已經有 其實我覺得高小或者初中的學生 已經有能力去思考 究竟某樣是正確 或者某樣是在不同角度來說 相對地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大大的政治環境 大大的國際環境 對不對 你在那個舞台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決定最正確呢 深淺到我們可以再調教 就是是不是很小時候 跟他講國際關係形勢 為什麼意識 是否要退回六七年的邊界 你真是好心 但是我們要用一個 一個闊一點的思維去給他學 其實就不是等到大學 你才多角度思考 小學我給多些賭武的東西 你先看 你慢慢掌握先 這個都是一個危險 不過譬如說 我用你的字眼 譬如用賭武的教材 譬如說可能老師 從報章 譬如不同的報章 香港可能有不同的建制派報章 譬如說生光報章 其實各個思維不同 如果就讓學生 不在老師的輔導 或者督導下去看這些報章 那學生會不會有能力去看 哪一種是適合自己 或者哪一種是真正符合歷史呢 現在我們要讚一下現在的老師 老師其實我們擔心有 將來可能會有這樣的洗腦 或者這些情況 但其實老師是一個很強的緩衝 你叫他這樣做 老師不一定這樣做 關鍵的老師 老師的行列其實挺專業的 他會擋住的 他會自己再執擋 我們猜他會擋 但是你說將來 如果有很多監控 很多其他東西 然後又威脅你殺效 又或是公由不保 那個擋的能力就小了很多 還有如果有沒有先生試圖去擋 然後被留學炒了 會不會有 可能的 可能的 但是現在 你們教會不會做支援 我們就很 我們看到特別現在通識科 很多老師其實都很能夠 把持到專業的一個操守 但如果真的有人 港六四被人炒 那我一定跟他撐到行 這個不肯 你們沒有加入 你來投訴 是不是會員 你加入會員 我們要 當年就是沒有入會 是不是會員一回事 因為我們公會 公會一定是幫會員 你一定要入會才行 教協的動員力都十分之高 就是之前 搞很多遊行 就是市場 如果有不公義的 我們一定會介入 原來一定會 那托鐵孫就講對國民教育 他都開宗明義說 幫到黨做宣傳 那你們教協的立場 對今次推行國民教育 你們是怎樣的教育的立場 我們就有兩個大的考慮 第一就是 其實這個不是行裏面 覺得現在很急切要做的 因為本身我們德育和國民教育 公民教育已經在做 而且做了十年 全面做了十年 現在不是不滿意的 他可能覺得沒有系統 不是很多東西協助得好 可以加強協助 可以在內容上加少許東西 但就不是要突然之間 這些東西都抽出來 重新組合一科 但問題是 抽這些東西出來 其他科全部都繼續 通識繼續教 將來的科學 個人生活與社會 又繼續做 這些的重疊是很多的 那這個時候 怎麼搞呢 但他的方向就是 我就是要用一個學校的系統 去跟你說 我們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這個我們一定反對 一定反對 這個是一定要是 教育的目的 現在要教的東西 很多科都掩蓋了 有的了 問題就是他想整統一下 他做得更好 我們覺得不是時候 他現在正是核官調控 是的 肯定的 所以這個動機我們就懷疑 這個時候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想加強控制 還有他說的 要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對國家身份的形態 例如中共共產黨在抗日的時候 是很光榮偉大正確的 是的 你要看他的歷史 我們都覺得 蛤? 是這樣的嗎? 長春包圍戰爭在港 這些要值得去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說了 內地那種的思維 將整個抗日戰爭 可以包裝成在另一個角度看不可以 就是將黨史這樣說出來 搞得像 但如果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你覺得 是否需要讓中學生讀一讀呢? 現在 基本法已經有教的 全部都有教的 是不是要教到憲法呢? 現在就要看看 我們是否需要教到全國憲法 但是要教他怎樣看憲法 因為看憲法很重要 就是看他的字 他講一講一講 但永遠都會有依法那兩個字在前面 依法保障 就是說你犯了某些事情 其實你就不是依法的 你不依法我就不用依法保障 所以我們要看很多例子 他說依法那些事情 真的沒有依法的 不是 因為他的前來是 你犯了法 我還需要幫你依法呢? 就是這樣 我們看整個法治的精神 正正是這些 真的要看清楚 但正正是這些 法治精神 這些是以前公民教育教的 現在就好像沒有了 忽略了 其實你看清楚他的框架 我們不可以說他沒有 他將來跟我們說的 2008年那個 一樣都有這些 不過問題 我們為何覺得他會 突然之間 重新包裝 改了名字 以為沒有了公民教育 他不是 他有的 他有的 所以我們更加覺得 應該用回公民教育的名字 最大的問題 就不是落入問題 是政府給別人的信心問題 是政府給不到別人的信心 就是一方面 你又想好像托鐵穿的言論 也被人減少分 就是負面幫助 一方面 他又說到一些真事出來 可能 一方面又有一些 上面好像叫美美 劉曉波 一些事件令到別人的信心 就低了 相信如果你真的要人有信心 香港人有信心 你一定要從你的施政方面 改善才有信心 其實接下來教協的方向是怎樣 即是說 我就是明志願信 反對你國民教育 還是要 我其實就是 我希望逼到你 將課程 整個框架 要這麼多東西 組裝進去 應該這樣這樣 他現在的框架是有的 所以我們是反對 獨立 切一科必修 而且名字也不對 我們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更加不應該給很多的例子 例子只是鋪陳正面 而不鋪陳另外一些 我覺得整個思維就是 現在做得不差 有些例子 但是我舉什麼例子 你們先生的事 你知道我們整個教育界裡面 他一擺出來很多的框架和指引和例子 其實很多時候參考價值很高 就變成了教科書 對 我們問有沒有教科書 將來是想有的 教科書怎麼做出來 就是跟這些框架 好了 教科書 你們會否討論 很多教科書 做出來 就是學校買不買 其實教師的影響力其實很高 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一科必修科 那我們是需要教科書的 對 如果你的教科書做得不適合教協的心意 我不是你 集體 不會的 現在教科書的審批權全會在教育局 所以書商才說 哇 他生殺大權在他那裡 你批不批呢 其實他有完全的控制權 所以這就是制度上 其實你會否揮一些制度 就是 喂 我們每晚輸是教師主義的判斷 為何教育做呢 你會否打算去組這些制度 這個我們覺得就是要去關注的 問題就是現在的制度本身 情況是不是很嚴重 現在的問題本身 如果在學科裏面 其實我們看不到它太大威嚴 如果國民教會來 如果真的要做 這個是很關鍵 沒錯 他不合政府的政治的政見 所以他不批 所以他不批 書商就可以血本無歸 他一定要跟回他的思路做 然後你跟書教 將來要考試的時候 他又跟書來出考試的題目 和評分 變成那個控制就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覺得 老師既然是專業 可以擋住一些東西 但問題是 教科書又規範了它 考試又干預了它 那時候可能整個科 就會滲襲了很多 教育在這個戰線上 會不會做些事情 我們就要站硬 其實我們本身覺得 這個不可以是一科 必修科 他本身帶來後面那些東西 就是他不可以 很多東西變成很標準化 其實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的角度思考 很多不同 但為何你們不爭取 同意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不過國民教育的內容 就不能只有正面的訊息 都應該要有負面的訊息 即是如果教育局 在這一方面作出一個樣 修改 那你們又會怎樣提議 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已經做得不錯 所以我們覺得保留現狀 要保留現狀 現狀就是深襲了 在不同的科目裏做 而且也是用方法 特別在通識裏面 強調思考 要批判思考 多角度 那個保障又會相較大 因為它沒有規範內容 在通識科 不過這是老師另一個問題 他不規範內容 就是考試怎麼搞 平衡怎麼搞 但他其實就是沒有規範到 很多的立場和內容 除了校內的老師和課本之外 學生會否說 有些課外的課外毒物 譬如中國歷史的毒物 或者一些通識毒物 甚至乎有些外面的補習天皇 我們都很難去限制 你可以上這個補習天皇 你不可以上這個補習天皇 你買這本書又不可以看這本書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不過我們當然沒有控制這些 但現在這些空間是少的 他們現在市場主導 因為你政府有些事情要考的時候 他們就跟進去 考試主導 有一個框架 比我們在電視台某些野史 或者在互聯網那些 三套資料 究竟看哪一套 其實都是可能考生 我自己的經驗很實際 就是當年我教學兩位少了 那麼大把 其實很搞笑 那本教科書就說 誠吉思汗是中國人 其實整件事是錯的 這個概念上都是錯的 第一就是中國這個詞會 當時未出現 第二就是誠吉思汗 認不認自己是漢人 不會 因為他是蒙古人 他沒有說他是漢人 但是如果那個教科 就誠吉思汗是中國人 這個已經是錯的方式 他已經用了現代中國的 現代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說 所有這些民族 都是中國人 其實我反而就是 如果真的退一萬步 其實很多東西 小孩子都是給他背 但是整個教科書的時候 那堆背的東西 其實裡面其實是有 價值觀去審一遍的 這個就是把孫中山整個中國 整個中華民族出來的東西 竟然就三個八做了給 成吉思汗 其實很大 其實這當然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他事情呢 當我們說 鄭和華西洋很厲害的時候 有沒有說到 其實那個 那個朱棣經常在看這件事 對 那個小孩子其實很厲害 說話稱君側 其實他用這個來 整個奪權人士 那個可能是惹事 這些其實 我當作給小孩子背的時候 究竟背些什麼 鄭和華西洋很厲害 就是背了這句 這個也要在學術上 我們要平衡一下 因為大部分我們的中國歷史 就是官司 就是官定的 你經過那個朝代的需要 你就修整了 適合你的那個朝代用 下一朝又修整了適合他用 所以其實他的真確性 以及他的角度 其實都窄的 我們要滲多些下去 譬如我們很多年前的物理課本 可能一個 一檔就有兩個子 現在不是的 可能有三個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可能有九大行星 現在可能有十個行星 法學也是在發展 我相信 中史 甚至是國民教育 這個也是在不斷發展 基本上我們以前學的那套物理 現在可能有一些新的技術 航空等等 其實在發展的同時 教育局是否每年都去檢討 這個現有的貨本 現在都有的 現在都有的 所以我們看 如果你說學術 用回那個 我們叫追求 就是那些知識 這樣的角度 真的東西 最新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吸納下去 所以其他學術那些科 不是很大的問題 是這些科才是有問題 其他方比較小 不過始終我審法 已經在教育局 不如你百花對誓放 即甚麼人都好像 教育局 等學校自己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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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教育局有那麼多競爭 一定會便宜 現在不用那麼貴 又不久的輸水又不可 第二 剛才有問題 三三四 你問甚麼問題 三三四 發生甚麼事 為何好像這樣 有退學 讀少些科 退休 又寧願治愈留班 不過我其實還未問完 剛才得到國民教育 其實也想請馮會長 那一場提到 擔心將來的國民教育課程 會有很多正面的訊息 甚至只有正面的訊息 接著會產生洗腦的效果 其實我想問馮會長 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你的課程 不是由 將正面和負面的訊息 一起說 只是說正面的話 不如連正面也沒有說 會不會這樣 總之說正面訊息的問題 正可教 若果只是教正面 還有一套 他覺得對的價值觀 這樣灌輸 其實是危險的 我經常說 因為跌到一個 又被政府患 甚麼正面 甚麼負面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上年說了亞運會 沒錯是空前成功 不過譬如說 超支來說 這個算是正面還是負面 其實是兩體的 兩個角度 一把刀有兩面 雖然正面也無法忽略 互聯網 你只是說他超支很多倍 超支是很負面 擺明贏你 共產黨兵不軟 裡面都餓死了 那是正面負面 戰略上很負面 不准不壞 一定用正面負面 即是你將那件事實 客觀陳述就可以了 譬如說近一點的 文化大革命 說大躍進這些 其實這些都要讓學生知道的真相 我相信這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對不對 不是不是都以史為家 我覺得應該會說 朱家健你是支持還是反對推行 國民教育是有需要去把事實放在學生面前 而學生和老師我相信 他們都會有這個思維去看回整個歷史的真實性 其實我很支持國民教育 要做的 基本上這個沒有什麼爭論 國民教育要做的 他在中華文化 他不要只教建築藝術 一定要說什麼 道家、儒家、法家、兵家、陰陽 一定要說什麼 我們在成大都講中國文化 我們最強的 但是教什麼呢 教一些非禅酒壁 怎麼欣賞 昆曲 這些都是 但是不觸碰其他東西 那些敏感的就不觸碰了 不觸碰其他東西 不敏感的 不過就悶到 教孟子 最好又是說孟子 最好又是說孟子 朱一虎就移民人士軍 不過就算你的課本是全面性的情況下 會不會說有些老師都會就著教呢 或者可能飛機板 即是我們都控制器 寫訊書 可以的 你是老師的 嚴守自立 看看你相不相信這些老師 我們這些老師 我們這些老師是這個把關的 其實現在都做到的 或者他不認識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教育 在教育已經明的領導之下 不是這樣說 老師一定可以成功把關 老師本身就是把關 我們不是領導的 我們不是領導的 是團結老師的 校長領導老師 我們香港的老師都很信任 不如說一下其他教問題 三三課都可以 就是說大愛 阿密達就問三三四 三三四 為什麼突然有這麼多人 讀讀一下又不讀 是否本身他之前推行的時候 是不夠深思熟慮 其實本身他以前 讀中學五年 現在讀到六年 其實有一班的同學 他其實不太適宜 或者不太喜歡 繼續在文化中學那裏讀 以前他們用的就是 我捱到中學 拿到中學學歷 我就可以選擇一下 但現在不是要捱到中六 其實有些同學都發覺 現在很難捱 因為是深了 以前讀御科的東西 這麼深 其實現在已經放了一堆 在中六課程 所以其實是捱得更辛苦 他們看到這麼難捱 有些同學就會退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選擇科 四科是要必修的 中英數通識 剩下的時候 三科選三科 或者兩科 很多同學 其實就試一下選三科 看看應不應付到 但是走到這麼長時間 發覺很難捱 所以不如我集中課 考兩科 我進入大學的機會 就好像比較穩陣 將覺得自己表現不太好 沒太喜歡的科 就把他扔下 所以就發現 有些扔中市 有些扔世界市 有些扔其他科 那些在策略上 進入大學 那些沒那麼容易得分的科 就容易被人扔下 但是三三四不是香港獨有的制度 就好像你說英國 英聯邦很多地方都用三三四 但是其他地方 又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他沒有規定四科 是的 我知道英國有 那時候我也扔了科 但是別人不是限制著 我們就多了科 起碼通識 很少人有的 英國有一科 叫Jolet paper 都是講通識 但不是必修必修 我們是很特別的 通識科必修必修 那有沒有必要必修 我就覺得不應該的 因為其實從考試角度看 你多了一科 必修必修 有些同學 其實在那科 尤其是這科那麼新 可能很高風險 將來進入大學的時候 一按住他 他進不了大學 還有這些科很不易的情況 就是他是有利一些 天生文字能力比較高的同學 而一些如果是計數很厲害的 如果這個是低分的話 就影響到升學 所以將來你看到 傳統我們叫做讀文科的同學 數就可能是一般的 將來數要合格 又可能會霸死了一班人 有一班 即他是文字表達沒有那麼好的 讀理科的同學 通識科 可能他表達沒有那麼好 又霸死了 以及以前數學 不是影響升學 數學一拿合格 就已經雇主覺得可以 甚至大學入學 都不會要求中英數合格 是中英合格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要爭論 是否要四科都合格 但問題就是這個爭論了很久 但是政府強行通過 對 所以我們不贊成 我自己也不贊成 但為何當年張會長 不帶領我們同學一起 當年 你要看當時的背景 我們在那十年 整個這樣的制度出來 讀法的學生 我們對著哪個對手 李國章 羅范昭 這兩個都是出名硬正的 跟他鬥硬正 打了很多鋪 打了很多鋪 反台和他鬥 罷貨 這個就要看看 是否我們要去到這樣的階段 當然 罷貨 你們整個民營都搞了這樣 反共 如果政府強行去國民教育 你們會不會罷貨 你們 這個如果強行做 而又是現在 我們很多批評 他都不去改善 而目的很清楚是做洗腦 我們一定是強行 一定是支持的 這個一定是反對的 罷貨 所以這個一定會 但是剛才說的背景 就是我們過往十年 教育改對於我們教育界 是一個很傷的過程 打得很厲害 很多都擋不了 被他強行通過 例如呢 哪些是最深的 最深的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覺得 他叫做外評 外評那個 其實我們完全覺得不需要 學校已經有很多制度 去監察著他做事 你有很多事情要鼓著下去做 加上有殺效的陰影 大家都拼命 一個公開事成績已經夠了 你不用再加多一個框栗 我再評一下你 一段時間評一下你 你稱一稱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有機會再撿你了 殺了你了 那一個大的 我們看到不是為了改善教育 不是為了我們做好事情 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給他一個藉口 為了我們來殺效 為了我們來監控老師 背後反映的精神就是 他不相信老師 他不相信你有專業的判斷 他不相信你要積極性做事 然後還有中文課程改革 中文課程改革 改到現在太暴徒 所以整個 所以整個課程改革 有很多事情有學術的背景 是他覺得有要做的 動機有部份都良好的 不過出來後很多事情都變了 那現在334這麼多弊端 教協有什麼建議 給政府改善這個情況 我們其實有很多建議給了他 他真的不肯聽 譬如說效本平核 我們覺得效本平核 是一個很高風險的平核制度 其實教改本身 因為我們說課程改革 不一定要改一個平核方式 是兩樣東西 不過兩樣一起做 課程要改 教什麼也改 然後改一個平核方法 本來就是針對考試太多 太著重公開試 這個考試壓力太大的時候 令學生整個學習不好 那就加一些平時分去看 其實錯的 因為那個平時分的 是計算公開試 是的 如果你計算得高平時分 那些同學就會怎樣 我經常都覺得 要作弊 另一個就是作弊 作弊也是一個擔心 以前我讀理科 一定知道 他以前做了 記憶報計算分 但是多元的分 不要緊 都不是重點 這個就是 我做大阿 其實PayPal1的成績 就拿回來 把那個分去調整 對 所以我平時拿得 全部十分都好 是沒有用的 只要我公開試那份 拿低分 其實是將它拉回來 所以是完全浪費 因為我們說 你計算得很重 平時分 那些人擔心 那就很高風險 那他就用你的公開試成 就是調節你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 公開試成的確 其實結果是公開試 結果大部分是公開試決定 但是問題就是 加重了老師的負擔 不是 加重老師 加重了學生 加重牌家長 對 有些家長幫忙做 大家有猜 你為何要低分 已經吵架了 我猜明年 就著通識 很多上訴 我自己想分享 譬如說我以前 語科的時候 我是外校生來的 中國語文科 有一個叫月書報告 當年 抄了 搞不懂 我們真的自己做的 那些 那些 我們是 那些 那些 抄了 他們 那些 抄了 我們 然後 抄了 抄了 後交 拿B 拿A 那些道理 那些是平衡不公正的 我也想帶出這個道理 因為我也讀過 你出去找給錢人做 你真的不知道 我們是擔心的 因為你每家學校的評分 其實互相標準會不同 要將它拉近 其實這個是一個技術 很大的技術 因為去到最後都是那個 也是公開試 因為覺得公開試才可靠 然後一脫掉 原來差0.5分 所以很多人在策略上 就說 我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欠0.5分 不如公開試考好它 所以有個機會 就是有些學生聰明 他們就會 在校本平均那裏 抄抄 過了算 公開試才會戰場 那其實就沒有意思 所以是否自從 有這樣的政策之後 教師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真的可以專注教學生 另外三分之一 就做一些推廣活動 要 因為要殺考 那些交流團 什麼比賽 什麼活動 好像不務正業 搞到那些教師 這個是我們現在很大的擔心 既然教育令到你不務正業 為什麼不造反 你每個人造反 是傻的 我們醞釀過一個 我自己 早幾個月醞釀過一個 叫做不合作運動 我想做一個不合作運動 你太多事情都學了 要老師做 有些是很重要的 有些沒那麼重要 有些簡直是廢的 不應該做 我們就說 我們選一些廢的 我拒絕做 開了少一些垃圾 然後怎樣 但很多老師說 可以的 你再教育教師 我們要做的 我們不可以不做 我們是負責任的 那些老師很負責任 講到要做的 我就要做 他是不好 我反決都可以 但指定要做 我都要完成他 其實老師就是很認真去做 做一些很浪費 老師的時間 又沒有考驗的 我們都沒有用 但老師就放在他心裡做 就是真心教 教協都想推人 不合作運動 可惜 暫時 我們要選一些 我們叫做 不做的時候 老師說要拍手掌 但又不影響學生 那是很難的 然後又說 最好不要影響學校 又很難的 教育局 學校就說 教育局要我做這些 我不做 我們又好像講不過去 其實很多重 我們自己都未搞得好 這個運動不夠團結 就沒有武力 我就想做 但這個有點困難 我要再讀一讀 即是說到押血都出賣 都未必 原來是班人不肯下工 其實做這個運動 和人工 還有做教育有一個抵觸 我自己想 沒有 不合作運動 即是做這個運動 你剛才說的運動 可能排斥這些不必要的會議 當然是一個可能 一個善意的改革 不過會不會對影響這個學生 真的在上課 會被帶來一個 新教的 不移職 猛者 因為現在又說 他三三四改革 現在有很多學生 星期六已經要回到學校補課 孔子當然帶著小孩子 啤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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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裏有一個矛盾 如果我們選一些無關痛的事情 來做 就沒有用 就是不去治素 你要選一些很重要 譬如說 以前七三年的時候 你只是華叔帶領那個運動 就是選他公開試的時候 他們是罷監考的 你可以癱瓶了公開試 華叔就是華叔 這個就是政府覺得 你也有沒有華字 死的值得人的 現在沒有客觀條件是華叔 有沒有客觀條件再重遇 所以你說 我們如果罷了不幫他監考 可以不可以呢 有殺傷力 我去過考試 有影響的 全港的師生 家長都會覺得很重要 下觀環境去不去考 現在我們要讀很多東西 如果你說這樣 第一個說我們可能是家長 家長說 你阻礙小孩考試 進不了大學 你負責嗎 這樣大家 但當年的人會這樣說嗎 當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們受到很多壓力 華叔他們 但老師就團結 而且覺得 最重要是老師團結 生死有關 你踩到過來減薪 減了那麼多 其實就是不尊重 減薪 那時候減了很多人工 但現在 現在我們有沒有這麼尖銳的東西 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社會有很多尖銳問題 但比起以前 其實尖銳不是有沒有得吃 有沒有得住 現在就是人工加三個點 還是加兩個點 每年調整的時候 跟7%還是3% 之前派6,000元去強積金 你們打算搞革命 我們其實覺得 最重點是有沒有那6,000元 而是說 為什麼他其實沒有 特首自己都有 為什麼老師沒有 這個是完全不公道 但老師下公積金 明白 我們不明白 特首帶頭製造矛盾 對 所以我們不是說 退休保障 因為6,000元其實沒有什麼用 但實際上你是公不公道 我們覺得 教師的退休保障相對好一點 我們不是說不夠 說他很差 而是說你給6,000元 這樣比法 是不公道 因為你其實沒有想過 沒有心思熟慮 所以我們反對 反對這件事 不過都希望不合作運動 所以你們遲早都會做得審 因為我覺得 教師不可以專注在全道受業計劃 你搞很多什麼 無謂行政工作 推廣對工作 這些留給市場的人做 不要搶壞人 我們讀市場的人 是否應該要分學 現在經常要去商場派傳單 你行政工作留給學校被秘書做 你不要混在一起 想專心教學生 影響教書 有很多學校的輔導班 補習班 就批准給外面的補習社 讓人過來做 我也是做的 我覺得這樣就不行 又要教波 又要帶課活動 又要出卷 不過剛才馮先生說 很適合 外判 這個最重要是團結 最重要是團結 最重要是做 如果不團結 就踩到上深究 那麼多工會再團結你們 我們是盡量去做 一定要去做 那你說我們和政府討價還價的機會和能力 我們都覺得現在是有的 但問題就是 這個一定要繼續做 最好就是你做立法會議員 張文康出來擔直選 兩個立法會議員來自教育協 壓力就厲害很多 叫張文康出來直選 這個就是個人選擇 那時候就是 華叔 其實就不是代表教育界 他一出去直選 他也代表教育教聲音 他也有 不過他一出去做直選 他就分口聲 他在講全港議題比較多 他覺得這是一個角色問題 就不僅是在教育界的問題 教育也是全港議題 不過我們自己就算是功能組別 張文康一直做這麼多年 其實他也不僅是講教育議題 我們都很講社會本身的功能 我都明白 張文康 我們不是代表教育議題 他是一個好好的立法會議員 張文康曾經都被民望 被羅健喜罵我們 和毛主席 今天就很多謝 多謝馮先生 最重要是老師出來做 老師希望大家一起團結 將一些應該要改善的政策 就可以爭取得到 而且我們教育本身有個專業 要我們有個專業自主 就不要讓外行人說了事 又不要讓政治其他東西 拿出他的主導權 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希望不要孫明楊哲安 你不是本身教育局的專才 去其他局就算了 就是曾蔡英權去安排 在數頭陳平安也不熟 深入也沒有 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就搞一塌糊塗 陳偉安引了營 今天真是多謝各位 不過我多謝了 好 下集 介紹這位青年評論員 朱家見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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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至於是 你又見得了